郭昌 巴拉巴拉巴 哈哈哈哈哈哈 黃國昌講的最務實的話是 我會承擔 哈哈哈哈 他說我不知道 我比較不知道 他要承擔他要接收了啦 我比較支持這一版本的黃國昌 我這樣說話比較有意義 我不知道 柯文哲現在辭職 當然是很慘很慘的事情 可是柯文哲辭職 就郭 應該這樣講 柯文哲辭職 讓黃國昌帶 或黃珊珊帶 民眾黨就活得下去嗎 重點是如果柯文哲現在不辭職 明天不辭職 那禮拜五整個民眾黨要怎麼辦 來不及辭職 來不及啊 然後難道有誰能夠說 不好意思 請那個 前調單位幫我轉接柯文哲主席 我問一下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柯文哲可以先退黨 然後被收押的時候就是 前民眾黨黨員被收押 對就是跟我同樣的身分 這樣就好了嘛 沒有關係 對 他這樣會變成什麼 貝衛總統的身分 對 OK的我覺得OK 貝衛總統參選人的身分 對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更嚴重的是什麼 民眾黨如果面臨這個極度的危機的話 誰要出來扛 黃珊珊恐怕也沒有辦法 對 對不對 那你談到是黃國昌嗎 所以我們就看 明天黃國昌會不會一起開記者會嘛 對不對 國昌七啊七就丟起來了 對 重點是國昌明天會不會一起開記者會 除非黃國昌會一起開記者會 然後也宣布 面對現在司法這麼嚴峻的問題 柯文哲要一心一意的去解決司法問題 所以他先暫停他的黨權 然後就是指派所謂代理黨主席職務 這樣的流程才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民眾黨如果明天不趕快處理 那如果還依照我們李正浩的鐵嘴 鐵屁股的部分 829或830 對 民眾 學一天吧 柯文哲 民眾黨你就會來不及 所以民眾其實現在黨內並沒有這樣的程序 所以柯文哲應該要趕快去處理相關的程序 避免他如果真的被羈押那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千萬不要忽視審慶金 你知道審慶金跟柯文哲整個在社會的輿論裡面連結度 幾乎是90% 審慶金有柯文哲 柯文哲有審慶金沒有其他一集 對 我覺得在社會討論度上 如果審慶金被羈押 那間接的柯文哲其實就非常嚴重 對 審慶金如果真的被羈押的話真的是出大事 所以還看到一個外籍的媒體人他怎麼形容呢 他第一個兩週前去形容說catastrophe 災難 災難 最近說是火車翻車現場 Trainwreck 整個TPP民眾黨都是一個Trainwreck 所以我們感謝阿伯讓世界看見台灣政治 但重點是你阿伯自己還能存活下去嗎 因為現在我們最資深的民眾黨黨員就是我們的Grace 他早就不是了 曾經是我們最資深的民眾黨黨員 這柯文哲的親信 你知道我們罵柯文哲都不痛不癢 Grace罵柯文哲又痛又癢 心如刀割 真的 我會覺得我栽培這個Grace栽培這麼久 上三個犯起匪的專訪還可以爆紅 是不是 假的還被割 然後既然說什麼 Grace說若要挽留小草 唯一的解方就是柯文哲是黨主席啦 柯文哲這盯到滿頭包啦 金華城 四本科 甚至現金 選舉補助款 我們開玩笑 因為Grace不重要 因為柯文哲就不在意Grace想什麼 但柯文哲會不會在意謝立功 也是前秘書長 是會在意啦 因為他是前秘書長 欸 謝立功怎麼說呢 他說柯文哲就應該直選了 要清創 必須要割掉腐壞的東西 欸 這是不是 但我其實要問謝立功 腐壞的東西是什麼 因為感覺是他本人啦 對啊 感覺是他本人啦 腐壞的東西 但重點是 黃國昌該講一些誤實的話 黃國昌 該是女人站出來 黃國昌應該講出來一些誤實的話 若黨內教有聖略人 就不願意具體表態 相信別人就會看不起民眾黨 等一下Grace手上有黃國昌 給他秀一下 郭昌 你問為什麼有郭昌 郭昌 黃國昌 黃國昌講的最誤實的話是 我會承擔 他說我不知道 我比較不知道 他要承擔 他要接收了 我比較支持這一版本的黃國昌 我這樣說話比較有意義 我不知道 他會講 但是這晚上已經被起訴 他又斜篇臉書 他就知道了 司法要我過來了 我為了我們政論節目的有序生存 我鼓勵 我拜託 我請求黃國昌 站出來選黨主席 真的 謝謝你提供我們無止境的話題 繼續聊 謝謝謝利公提起這個好主意 但是還有黨員 因為黨員也很重要嘛 沒錯 黨員說什麼 該是交棒給黃國昌 這個是這個何錦榮 是彈大助理教授 因為他好像對陳寗代表 他說什麼 柯文哲應該請吃黨主席 他應該是柯粉過去 由黃國昌來站帶 並指定蔡壁如 這個陳婉慧來任中央委員 共同領導民眾黨 那我跟你說 這個前黨內前輩 黨員都說話了 那我跟你說 民眾是說什麼的 民眾說柯文哲的百萬小草跑掉 這TVBS民調 但我很希望TVBS 我們藍營的朋友 不要看這則新聞 真的不要看 又怕你看了之後 就不打柯文哲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打柯文哲會不會圖利的 就是民進黨 賴清德新人更快五成 這個TVBS民調 就是說事實證明如此 你侯友宜 如果今天重選的話 你民調依然維持33% 你柯文哲減少8% 但你8%去哪裡 還莫名其妙多升1%給賴清德 賴清德49% 增到49% 總共增加了9% 所以我跟你說 千千萬萬 國民黨的人不要看得太仔細 大家一起來打柯文哲 也值得繼續打 好 非常謝謝你 想分析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下一個問誰 我問Grace 我問Grace 我問你 柯文哲現在辭職 當然是很慘很慘的事情 對 可是柯文哲辭職 就國... 應該這樣講 柯文哲辭職 讓黃國昌帶 後黃珊珊帶 民眾黨就活得下去嗎 重點是 如果柯文哲 現在不辭職 明天不辭職 那禮拜五 整個民眾黨要怎麼辦 來不及辭職 來不及啊 然後難道有誰能夠說 不好意思 請前調單位幫我轉接柯文哲主席 我問一下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柯文哲可以先退黨 然後被收押的時候 就是前民眾黨黨員被收押 對 就是跟我同樣的身份 這樣就好了嘛 沒有關係 他這樣會變成什麼 倍衛總統的身份啊 OK的 我覺得OK 倍衛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我覺得是OK的 我覺得更嚴重的是什麼 民眾黨如果面臨這個極度的危機的話 誰要出來扛 黃珊珊恐怕也沒有辦法啦 對 對不對 那談到是黃國昌嗎 所以我們就看 明天黃國昌會不會一起開記者會嘛 對不對 國昌機啊 切就敲起來了 對 重點是國昌明天會不會一起開記者會 除非黃國昌會一起開記者會 然後也宣布 面對現在司法這麼嚴峻的問題 柯文哲要一心一意的去解決司法問題 所以他先暫停他的黨權 然後呢 就是指派所謂代理黨主席這個職務嘛 這樣的流程才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民眾黨如果明天不趕快處理 那如果還依照這個 我們這個李政浩的鐵嘴 鐵嘴 鐵屁股的部分啦 829或830 對 民眾 學一天吧 柯文哲 民眾黨你就會來不及 所以民眾的其實現在黨內 並沒有這樣的程序 對 所以柯文哲應該要趕快 去處理相關的程序 避免他如果真的被羈押 那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對 柯文哲面臨最重要的問題是怎麼樣 因為他演 蘇啟兒演得太久了 怎麼意思 蘇啟兒啊 蘇啟兒啊 裝窮 裝窮嘛 所以我跟你講 小草現在已經不能承受 因為我跟你講 最近的數據可以看到 柯文哲現在是聲浪的巔峰 就是在4300萬 這個房子 小薇你不知道 因為他的看板跟他本人 好像真的不太一樣 不要這樣 一樣一樣 跟他20年前一樣 不是 所以我剛收音小薇 然後看到畫面 兜不起來 是嗎 我覺得在社會討論度上 如果沈慶晶被羈押 那間接的柯文哲 其實就非常嚴重 對 沈慶晶如果真的被羈押 真的是出大事